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播出的连坡传 今天我们讲第41回浩代之战 浩代之战历史上介绍不多 是吧 这确实是一件让人不理解的事情 因为这一战你无论从规模上 还是从它的重要性上 都是当时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战役之一 而且我跟你说 咱们作为看客 浩代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以少胜多的战役 就是那种成就英雄的战役 这也是公认连坡的最后一战 也是最精彩的一战 既然这么精彩 为什么它的记录不多 其实所谓的不多 是说史记中对这一战的记载不多 战国策里其实对这一战记录相对来说是不少的 只是只是咱们说战国策这本书让人看着费劲 他记录一件事太分散了 史记中确实记录的东西很少 是吧 你看连坡令象炉传里对这一战的记录大概也就是二十几个字 越异的传里呢 也是讲了二十几个字 史记为什么记录的这么少呢 我是觉得司马迁是认为这一战不重要 在史官眼里 当时世界的主旋律是秦国称霸 这些诸侯之间的打打杀杀没什么意思 就史官们认为在当时与秦国有关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 与秦国无关的事情再大都是细枝末节 但其实我认为 其实这场战役是能反映出当时时代特点的一战 就诸侯之间不团结 你从这一战当中 你丝毫看不出来这些诸侯有大难临头的那种危机感 没有 一点都没有 根本就看不出来说诸侯认为有人要灭了诸侯统一天下 诸侯显然当时不是按照史官们的说法 他们这么认为的 就对世界充满危机感 所以就这一战其实咱们算揭秘的一战 他揭开了当时诸侯们的真正看法 就是那句话 所谓的合纵在当时是一件根本就不靠谱的事情 不是主旋律 我们来说说这些浩代之战 被司马迁淡忘的这一战 这件事呢 发生在公元前251年 就公元前258年 邯郸之战结束 是吧 这是这是邯郸之战七年以后 这一年的早些时候 燕国的相国立府 出使赵国 立府回国以后呢 就跟燕王说说我看到这个赵国呀 好像很不景气 是不是 我在我在这个邯郸周围啊 就看不见年轻人 看来秦国当年坑杀几十万赵族 后来呢就又包围邯郸 打了这么些年 给赵国呀 带来的问题蛮严重的 就是你想当年四十几岁的人 现在都五十了 而战后出生的人呢 现在才七八岁 这这可是咱们燕国在赵国捞一票的好时机 你等过几年 等现在七八岁 这一茬孩子长起来 那个时候赵国就又抢上了 燕王的脑子里是没有什么正义的 是吧 听听立府这么一说燕王就心动了 于是燕王开始物色那个带军去抢赵国的将军 想起一个人 谁呢 越义的儿子 越剑 越义不是已经跑到赵国去当相国了吗 是吧 现在死了已经 他儿子现在在燕国当参谋长 燕王就把那越剑的就找来 说问 我打赵国 你给我说说咱们胜算占几成啊 越剑的回答很干脆 就说 根本赢不了 燕王很奇怪 就把立府回来告诉燕王赵国的景象 所以越剑说了一回 越剑说 说这情况我知道 但我比您更知道另外一件事 就是咱们国家的军队的水平 这我比您清楚 史书上呢 是说越剑说说赵国是四战之国 所以赵国人好动 你别看他现在老的老小的小 但比咱们燕军的战斗力强很多 言外之意就是燕国军队啊 长期不打仗 现在人数虽多 兵器装备虽好 但战斗力不领 越剑说的这个有道理 是吧 部队的战斗力主要看你平时跟谁打 燕王听越剑这么一泼冷水呢 其实燕王就有点含糊了 你燕王本身也没准主意 这个事呢 原本可能就因为越剑这么一说就放下了 就燕国就不进攻赵国 可是偏偏这个时候呢 赵国出事 出了什么事呢 赵国的相国平原军赵胜死了 公元前二百五十一年 赵胜兵国 赵国这些年啊 咱们说赵孝成王 我觉得他比不上他那两个祖先 是吧 其实赵国基本上就是在赵胜当家 现在赵胜一死 赵国就算塌了半边天了 燕王于是觉得 实不我待 机会来了 这一激动 按照战国策的说法 是几本几本史书啊 其实对这一段燕军的数字啊 说的都不一样 我觉得战国策的说法呢 你说是不是准确 这个这个咱们不好判断 但至少战国策呢 把这个事说的比较具体 咱们就就按这个事说 战国策的说法就是呢 燕王调动六十万军队 由利府带队 燕国大将清秦为副帅 出兵 发掌 你觉得燕王这个决策怎么样 燕王的这个决定啊 真是一个很糊涂的主意 就就就整个燕国 你就从这个任命来看 就就那么不专业 就连越见自己都未必明白 其他人就肯定都是不懂了 你多在听说秦国 一个将军说 带队出征超过十万人的 秦国没有 赵国有吗 也没有 连坡出征最多十万人 当然有说集团军的时候 是吧 说说几十万人的大会战 但那是一个元帅带着多个将军 一个将军带十万兵 白起活着的时候 还不到这个数 多了你管不了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所以能力强 照顾的面就大 但最大就是十万人 连坡白起 这就够牛了 这都是十万人级的将粮 现在立府带了多少呢 六十万 立府比白起还牛 肯定比不过呀 燕王这就是胡来了 实际上我跟你说 这个打仗 你能带多少兵 是有定数 你是一个五万级能力的人 给你十万兵二十万兵 你也就能发挥五万人的作用 而且人太多了 你管不过来的时候 将来这都是麻烦 你就是一个小作坊主的水平 非要硬撑着搞个万人大厂 最后我跟你说 非得折腾到关门不可 燕国的立府 就是这么个角色 燕国的军队 在浩这个地方 遭到赵国军队的抵抗 于是停了下来 立府呢 决定自己带领四十万人 继续围攻浩 清秦带二十万人 去进攻带军 赵国现在是个什么局面呢 就是赵胜一死 赵国现在说了算的人 就是老将军连坡了 老将军了 你算算吧 连坡生于公元前三百二十四年 现在是公元前二百五十一年 连坡多大了 连坡七十四岁了 赵国现在真的是没人了 只能是连坡继续带队出征 七拼八凑凑了多少人呢 各种史书上说的数字也不一样 战国测试说 连坡和岳胜一共带了十三万人 去救援浩带 真是够惨的了 其中呢 连坡带领八万人救援浩 面对呢 是四十万燕军 岳胜呢 岳胜带领五万人去带军 对面是二十万燕军 连坡连坡这边是一对五 岳胜那边是一对四 八万对四十万 五万对二十万 这一场战役的过程 正史当中描述的不多 而且呢 还说的都不一样 有的说呢 说是岳胜那边先打胜了 连坡这边跟着乘胜进攻 打获全胜的 也有说呢 是连坡这边先打下的 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连坡这边打胜的说法比较靠谱 因为你从这个分兵上来看 连坡这边是主力 是吧 人数多吗 岳胜应该是千只 最可能的情况是连坡主攻 岳胜那边是防守 战国策中的故事是怎么讲的呢 他是讲连坡先以清兵 清兵是一种装备着简易战车的步兵 连坡用清兵挑战利府 结果呢 结果利府中击了 命令主力对连坡释放的诱饵展开追击 这就追进了一条峡谷中 遭到连坡主力的伏击 按理说连坡8万人 利府40万人 一场伏击战 你真的不能把连坡怎么 你不能把利府怎么样 一比五啊 你想一下 你一个人怎么包围五个人呢 可就在这个时候 考验利府能力的时刻到了 燕军在遭到赵军伏击以后 出现了恐慌 这一恐慌 前边的部队就往后跑 这一冲 就把后边的部队给冲乱了 利府在乱军中居然没了踪影 连坡这个时候 带领赵军乘胜追击 燕军失去了指挥 于是开始全军后退 这一退就彻底乱 最终燕军大乱 纷纷夺路而逃 利府能不能带40万军队 我们现在就看出来了 只是受到这么一个小小的挫折 40万燕军因为失去指挥 陷入混乱 居然面对8万赵军 40万燕军 一战全军溃败 利府最后死于乱军之中 连坡 已少胜多 消息就传到清秦这边的队伍中 结果连坡的赵军还没到 燕军在带军的20万人就已经人心惶惶 越胜乘机发动进攻 5万人进攻 20万人 20万赵军 20万燕军 竟然又和以前那些时候一样 就直接就跑回家了 把清秦丢在了战场上 清秦有说是被俘的 也有说是被赵军杀死 炮代之战的主要的两场战役 这就结束 最可笑的 我跟你说是那个越剑 连坡和越胜 这就会师 是吧 燕军现在跑的满山都是 正在这个时候远处来了 一队人马穿着华丽 士兵看着也很威严 这一看是越剑来 连坡越胜 这和越剑的老爸越裔 当年都很熟 所以其实和越裔的儿子 也是很有交情的 你就想吧 五国伐旗那会儿 连坡是越裔的手下 越裔是总指挥 连坡是赵国骑兵将军 是吧 后来呢 后来越裔做了赵国的相国 连坡是大将军 越胜越胜是越裔的侄 连坡越胜越剑 这应该是一辈人 越裔是长辈 三个熟人 现在就在战场上碰上了 哎 你干嘛来了 连坡就问了 我来视察的 燕王让我来看看燕军的士气如何 你越剑这个时候肯定是很沮丧的 连坡能说什么呢 还好吧 你们军队的士气说不上了吧 不过我看他们跑的是蛮快的 这不你看满山都是吗 越剑肯定是挺不好意思的 为什么呢 这都是他训练出来的兵啊 越剑看了一会儿 最后也没辙 就说连坡说这样吧 你抓了我吧 我跟你去赵国了 我实在是不想在燕王手下再混了 于是越剑算被俘 他这个被俘是主动的 实际上就是投诚了 赵军最后一直追到韩国的都城 就这一路赵军进军三百多公里 燕国最后被迫投降 割地向赵国求和 就燕王找事 最后被人堵着门一顿胖揍 这就是浩代之战 为什么我说浩代之战其实很重要 就是赵国随后缓过来一点 这就是靠后来喀什燕国得来的 就开创这个局面的人又是连坡 为什么说又呢 是吧 赵国上一次繁荣 你还记得吗 上一次繁荣赵国是靠劫掷齐国 靠劫掷齐国发家的 那一次是连坡打败了齐军 就扬进之战 然后才有赵国的兴赏 你还记得齐国当年靠什么兴赏的吗 再往前倒 你在想魏国当年是怎么兴盛的 一句话 山东六国 我跟你说 实际上你看历史 都是靠侵略别人 劫掠别人 获得自己发展 所以他们一旦战败 就就很难恢复 这一点六国和秦国 真的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国家 秦国在我看来是靠自身力量发展 所以他能自己缓过来 山东六国就没有这个造血能力 所以连坡这一回打败了燕国 赵国才靠着搜刮燕国 逐渐缓过一口气来 就这一战 好代之战 其实看着不怎么揪心 是吧 死人不多 好代之战 参战的人很多 两边加起来七十多万人 但最后死于这场战争的人 不多 就因为都跑了 我们讲过连坡那个贵族范了 连坡不是白起 所以打仗的时候 你跑了就得了 所以这一战 在我们经历了长平之战 经历了邯郸之战以后 我们看了以后 会觉得很轻松 好代之战以后 燕国算是怂了 是吧 从这以后就是怎么都不成了 怎么打怎么输 最后呢 到了什么程度呢 赵国和秦国打仗 赵国拿燕国找秦 什么意思呢 秦国从赵国搜刮走多少 是吧 赵国回过头找燕国药 你不给我就揍你 就跟你说 这战国真的 咱们细看 没什么正义可言 就一切都是 都是靠实力说话 好了 这一回 后代之战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回 我们的连波传 继续 我们的连波传